关于这个强台山徒儿的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冈 好的 在现在晚上的时刻呢 我们就来先看看雨量的部分 因为在今天的白天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整个降雨的状况来说呢减少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台风的中心位置 已经到了俄兰比的西南方 因为整个风场跟这个花东地区的地形 没有成垂直的作用 所以呢 今天的整个落雨的部分 主要就在台东以南地区 可以看到在南台湾这边的雨量来说比较明显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恒春半岛的部分 那在今天呢 最主要的雨的部分 还是以东部地区为主 西半部地区呢 像在桃园 新竹 苗栗 山区部分下午的时候 有一些热对流的发展 所以有午后的雷震雨的出现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什么 看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 还包含了台风的中心位置 可以注意到这台风从这个48小时前到现在 移动的速度都非常的缓慢 昨天的时候呢 速度只有在4公里左右 4公里差不多就是你走路一小时 走路4公里的速度 那但是呢 整个移动的速度缓慢之下 相对的 它因为在我们南方的海面上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都一直在北纬 21度的位置稳定地朝着偏西的方向走 但我们注意雷达 最新的雷达上面呈现出来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开始有点要往北转了 那当然这有几种的最重要 北方的封面云带已经逐渐的东移 使得有条朝线出现 会牵引着台风开始往北转 第二个 高空场的南亚高压在退缩了 相对的会留了空间出来 那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在于说 它北转能不能顺利上来 当然希望它不顺利 因为它不顺利对我们影响 陆地影响就偏小 它如果说转上来 对我们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我们先注意到外海的云层 正在逐渐的进入到南台湾的 大五以南地区 所以像刚刚如果你是在大五的朋友 多梁的朋友 或者是什么泰玛里的朋友 就会感觉到明显的震雨状况 就跟这台风云带的环流影响有关 不过这个台风的中心风速 随着现在的时间点 正在逐渐的减弱当中 所以昨天你听到的什么 中心风速每秒55 早上的中心风速每秒55 现在的中心风速 就是个强烈台风下陷 再来强度的部分 会随着时间它开始减弱 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时候的色调强化的云图 色调强化云图当中 我们可以注意台湾在这边 北边这边已经有封面带的水气出现了 最重要一点在于北方的冷高压 开始要进来了 冷空气灌进来 你可以注意台风眼 如果早上你有看云图 你就会注意到 台风眼的北面向见的云带 发展的对流强度是很旺盛 温度是到零下58度 就是零下58紫色的 可是你可以注意 北边的云带的云系发展 整个强度正在明显的减弱 为什么 因为冷水灌进了热咖啡 使得这咖啡温度下降了 你要记得台风是一个热带的系统 所以当这个系统 它碰到了冷水之后 它温度下降 它强度的部分就开始减弱 所以台风的中心 现在是在高雄的 南南西方的海面上 现在这个时候 包含了小琉球 这边的整个海浪部分 都比较明显偏大 所以晚上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就出海作业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 像刚刚大家看到 海上的散装货轮 发生了搁浅状况 也都是因为冒着比较大的风浪 在前进的时候 出了一些状况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带的发展 现在强雨区都在海面上 接着我们就来看什么 看看卫星云图了 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气的发展 北方的高压系统 正在逐渐的下来 冷空气的强度 已经到达了华南地区 其实今天这个冷高压 为华北地区带来的温度下降 还蛮明显的 晚上的北京 就会降到剩7度 所以这个高压 中心风的强度 是到达103600帕 是一个蛮强的冷高压 冷高压的下来 我们就要看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封面带的出现 有朝线牵引它 逐渐往北转 那就会在明天的时候 影响我们 那如果说封面带快速走掉 使得冷高压快速下来的话 它就到这个位置之后 就会逐渐在偏西走了 因为高压如果进到了 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顺利往北走 甚至就可能往西偏 往香港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就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它的走向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路径了 路径上面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预报路径 是以北方朝线可以牵引它上去 朝线就封面了 那牵引上去之后 明天的下午5点钟 中心已经到达高雄的近海 这个时候的台南高雄屏东 风雨最大 在台风中心登陆之前 登陆的时候 风雨更大 目前来看在明天这个时候 大约就是在中度台风 中心风速是每秒45到48 就差不多这样强度 没有到强烈了 所以进来的时候是中度台风 当它中心一登陆之后 中心登陆的南面向线的风雨最大 在西半部地区 尤其在南部地区 鲜少有这样的台风进入 所以要提醒南部的朋友 这个台风如果在明天白天 以这条路径上来的时候 你要做好防台准备 防强风 防瞬间的好雨 雨的持续的下 不在南部地区 而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所以我们再来就看浅示图了 从浅示图上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未来的走向来说 它将会稳定的 如果说顺利的上来说 它就会进入到了 我们中央山脉之后 结构体受到山脉破坏 强度快速减弱 北方的冷空气再带下来 让这个热的系统冷的速度变更快 所以云系的发展结构体 进入了陆地之后 它所以当它一登陆完之后 云带发展就会绕过来 云带发展绕上来 就变成在东半部地区 跟北部地区下大雨的状况 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就在于明天的晚上 大概下午以后 开始在北部地区朋友要注意 那时间点一直要到 礼拜四的下午以后 因为礼拜四下午到晚上 它跟着封面带整个走掉之后 到了礼拜四的晚上 我们的雨的状况 才会逐渐的缓和 所以要提醒在北台湾的朋友 要注意是降雨的状况 在明天的下午以后 开始会逐渐出现 但南台湾要特别注意 就是台风的中心 在明天的下午到接近晚上 要登陆之前的时候 风雨部分会变大 但是要特别留意的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这段时间路径是顺利的 就是顺利的 不顺的往北街影响台湾的话 那对我们是不利的 那另外如果说 北方高压下来的快的话 就有可能会往偏西 往东沙岛方向移动 这个部分就是今晚 我们要特别注意观察的 小丁林两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个海边的浪大 其实大家没事的话 千万别靠近 第二个山区 已经有些落实的状况出现 山区路况差 不要像今天那几个登山客 跑到山上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明天放了台风架的朋友 还是提醒您 最好在家里面以测安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力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环境 感谢观看